这个Triset的极客是干嘛用的呢 现在我也不清楚 我往里面存储一些integer类型的元素 并对它进行遍地 看它有什么特点啊 看它能不能保证元素为一 然后呢 看它除了保证元素为一 还有其他的什么特点 好 咱们学一下这个Triset的极客 来Ctrl N 然后呢 我们来创建一下 叫做Demo3 Demo3 Triset 好 Finish Triset 然后我往里面存的是integer integer ts 就等于了new一个Triset 好 看能不能去除重复啊 然后ts.add 哎 integer 1 然后呢 来一个2 来一个2 来一个3 好 打印一下ts soso 打印ts 来运行一下 结果是123 那么大家看 我存储的时候是123 然后呢 把重复的去掉了 然后输出结果还是123 难道说它也是能保证怎么存就怎么取的吗 刚才我们说了 说linked high set 是我们set 是我们set极核中唯一一个能保证怎么存就怎么取的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呢 我很好奇 我把这个元素给它干嘛呢 给它换个位置 把它挪上来了 好 再来运行 大家发现它还是123 那这个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告诉你啊 triset极核 triset极核 是用来对元素进行排序的 triset极核是用来对元素进行排序的 你看这是不是123进行排序啊 同样它也可以保证元素的唯一 同样 它也可以保证元素的唯一 那它是如何保证元素的唯一呢 这个我们一会儿去学啊 别着急 那么现在你要知道的 它是保证元素唯一的 并且它是可以排序的 好 这就是triset极核啊 好 那么这个值点呢 我们就保存在这里